回顾经典比赛,感受拳坛的魅力,欢迎收看国际先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一句话 要想红,打翼龙,要想住院,打方便 近日又出了一个挑战死神方便的选手 草原狼何喜格图 值得一提的是,他是一位职业MMA选手 是中国UFT第一人张铁拳的徒弟 他最近两天都在视频中挑战死神方便 他喊话方便 死神方便,我是草原狼何喜格图 我要31秒把你KO,你敢接受挑战吗 虽然网络上流传着要想红打翼龙,要想住院打方便的金句 可挑战翼龙的人越来越多,热度逐渐在减退 而挑战方便的热度在增加 所以连职业选手都开始蹭方便热度了 就在昨天7月8日,死神方便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回应了挑战 方便直言,要想挑战我,首先你得够格 方便这句话可谓是一语双关 首先和几个图身高1米65,体重60公斤 而方便却重他很多 很明显不是一个级别 其次在搏击圈,方便的名气与战绩都要优于对手 不知从何时开始,一些专业的格斗运动员也开始玩起了传统武术假大师那一套 在网上叫嚣这个挑战那个 更悲哀的是,踏踏实实打比赛没什么流量 反倒是这种炒作的行为却吸引了大量的流量 如此下去,对搏击的发展定会有不好的影响 更多搏击视频,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